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武漢肺炎的疫情已經讓湖北全省癱瘓了 也讓全國亂成一團,甚至讓全世界人心惶惶 而且現在情況還在繼續惡化 每天被感染的人數都在增加 每天死亡的人數也在增加 而控制疫情的藥品和疫苗現在都還遙遙無期 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了一則消息 最初以為是好消息,說是澳洲一個科研機構 已經研製出了疫苗了,但是後來仔細看來又不是 因為他說距離大規模的量產至少還需要6個月的時間 按照現在官方公佈的數據,病毒傳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受感染的人數每6天就會翻一倍 等到6個月之後,疫苗製造出來之後 全中國早就被感染了,甚至是全世界都已經被感染了 所以這次疫苗是指望不上了 而這個藥物呢,他們能不能夠製造出控制這種病毒的藥物呢? 現在誰都不知道 現在能夠指望的就是在社會管理層面做出一些比較好的安排 比較好的安排就能夠延緩病毒傳播的速度 所以成敗的關鍵在政府,那這個政府能不能靠得住呢? 我在一評論快評的第68期裡面就指出說 這一次瘟疫是由習近平當局故意製造的 是為了實行軍管和戒嚴製造的一個藉口 這個藉口不僅僅可以幫助習近平加強極權統治 也可以幫他們消滅一部分中國老年人 減輕他們今後的養老負擔,改變中國的人口結構 所以我說要阻止這場瘟疫一定要通過政變、兵變和民變 來改變這個政權 當然我也知道還有很多的朋友不敢相信 不能夠相信習近平當局會邪惡到這種程度 那今天我們就退一步來說 即使不是他們故意製造的,他們也在應對這場瘟疫的過程當中 犯下了不可原諒的罪行,最主要的責任人也是習近平本人 我最近跟湖北老家的朋友交流的比較多 就發現了湖北老百姓現在很想追究湖北官員的責任 現在有四個人大家都恨得很,很想把他們拉下馬 他們就是湖北省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 還有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 我在這裡想給大家提個意見,大家可能搞錯重點了 不錯,這些人確實犯了大罪,他們的罪在哪裡呢? 第一條就是向武漢人民、向湖北人民隱瞞了疫情 這次肺炎疫情是從12月8號就已經出現了 1月1號的時候,湖北的官員還為了隱瞞疫情 還抓了8個網友 1月19號他們還在武漢舉辦所謂的萬家宴 把幾萬個家庭聚集到一起吃飯 1月20號他們還參加了舉辦了一個春節歌舞網會 那個時候出席網會的演員都已經病了 他們還要製造出一種歌舞生平的假象 目的就是為了欺騙老百姓 他們的罪行是欺騙老百姓 但是他們絕對沒有欺騙黨中央 他們絕對沒有對他們的上級隱瞞疫情的真相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共這個體制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那些人禍 對於這個政府官員造成的人禍 他們往往是隱瞞不報,說延遲報告 或者是在向上級報告的時候 盡量的降低問題的嚴重性 這樣他們就可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但是對於天災所造成的問題 下級官員那是會非常迅速的就會往上匯報的 而且他們會把這個情況說得越嚴重、越好 添油加醋,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 也是可以減輕自己的責任的 無論這場瘟疫是由中共最高層 他們製造的,有意製造的還是武漢 還是這個自然發生的 那武漢市的這個官員,湖北的官員 他們知道內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他們一定會把這次瘟疫當作天災來處理 一定會盡快的向上級報告 到去年12月30號晚上 武漢疾控中心就發布過一個文件說 這一次肺炎病毒是不明病毒,正在檢查之中 他們那個時候肯定是已經向上級匯報了 匯報了之後才敢向社會發布消息 到了1月7號武漢病毒實驗室已經確定了 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武漢病毒實驗室 它是中央直屬的科研機構,也就是說 他們是在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後 對這種病毒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研究之後 才有可能在1月7號公佈這個新病毒的屬性 所以說湖北的官員早就已經向上級匯報了疫情的狀況 他們是有罪的,但是他們的罪行是向民眾隱瞞真相 故意誤導民眾,延誤了疫情的防治 但是他們絕對不是主要的罪人,絕對不是主犯 絕對不是罪大的罪犯 因為中共體制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一個重要的特點 就是在遇到重大的問題的時候 上級不發話,下級是不敢做主的 湖北的官員他們把這一次疫情匯報給上級之後 他們就要等待上級來發指令,要完全遵行上級的指示 所以12月30號之後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由中央來決策的 湖北的官員他們只是執行者,中央要負主要責任 湖北的官員只是協從,那中央又有兩套班子 第一套班子就是國務院行政系統的班子 另外一套班子就是中共中央的黨務系統的班子 國務院它裡面有一個專管醫療衛生的副總理 叫孫春南,還有一個衛生部 一般來說各省出現疫情之後 他就先要匯報到衛生部,然後再由衛生部 匯報給副總理和總理,所以大概在12月30號 或者是12月31號,李克強就已經得到了武漢疫情的報告了 那麼李克強算不算是主要的責任人呢? 他還不是,但是不是主要的 還有這個我記得有一個網絡的著名的作家 叫做一鍵飄成,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批判50天台組織了這個專家組 文章發表之後就接到了一個國務院系統的 這個體制內人士的電子郵件,匿名的 他說你冤枉了李克強了 國務院系統早在1月12號武漢市肺炎病毒的 這個基因測序完成了之後,就提出要參照當年的 這個非典治療的方案,把武漢地區傳染病等級 這個戒備等級升級,然後向全國通報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非常重大 所以必須得經過中共中央的批准 也就是說要經過習近平的批准,但是習近平不批 理由是怕破壞全國人民的過春節的氣氛 那這位體制內人士還說,他說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那個時候還比較少,死人數也比較少 好像只死了一個人,所以說他們當時就沒有批准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確定爆料的 這位國務院的人士,他的具體的身份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他所說的這些內容是可信的 因為他完全符合中共體制運作的規則,可信 習近平在過去七年當中他是完全改變了 中共過去的這個集體領導制 完全成了一個一言堂的獨裁者 而且他還用反腐作為武器來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 所以體制內可然敢擅自做主,做出重大的決策 李克強他也不是那種性格很強悍的人 所以他也不會自己做主,那就是說造成這一場大災難 李克強作為高層的議員肯定要負責任 但是最主要的責任應當由習近平來負 大家都看見了1月20號之前各級的官員都在隱瞞疫情 但是1月20號習近平發出指示要全力以赴防控疾病 之後中共各級機構防疫機構就全面調動起來了 甚至在23號還做出了武漢封城這種極端的措施 這就是表示20號之前整個體系沒有運作起來 習近平要負主要責任,即使習近平是因為愚昧無知 因為慢憨無能耽誤了疫情的防治 那也是需要負責的,需要鞠躬下台的 如果他是為了滾固他的權力,是故意的製造這次疫情 那就更加罪大惡極了,那是要受到反人類罪的審判的 那現在習近平想不想負這個責任呢?敢不敢負這個責任呢? 他是不敢的不想的,中國古代有一些皇帝 比較開明的皇帝他們犯了錯誤之後都會下個罪己詔 像全天下的人承認自己的錯誤,說萬方有罪,罪在正宫 就是說整個體制內無論什麼地方出了錯,罪責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這次最高決策者就是習近平,所以說他應當承擔這個責任 但是他現在不僅不承擔責任,還要千方百計的把責任推到下級的頭上 這次成立這個應對疫情的領導小組,由李克強擔任組長 這就是習近平推卸責任,把李克強推向風口浪尖的一個很明顯的舉動 大家不要以為這次李克強去他能夠立功,像王岐山當年一樣 這次的防疫工作跟非典不一樣,從一開始他就已經決定了 最後肯定會失敗,會全盤失敗,因為在成立這個防疫小組之前 500萬武漢人已經逃離到全國各地,也就是說病毒已經擴散到全國了 現在全國各地的基本的防護設備、防護措施都沒有準備好 比如說像口罩和防護服,現在的生產產量嚴重的不足 湖北就有6000萬人,每天至少需要的口罩量是2000萬到3000萬個 但是生產能力只有108萬,其他的省份也絕對好不了 防疫能力嚴重不足,另外這次疫情還會對經濟造成重大的打擊 所以現在全國各地都已經把上班的時間 春節之後上班的時間推遲到2月2號 有些地區已經推遲到2月8號,還有一些推遲到10號 但是大家想一想,離2月2號只有一個禮拜了 離8號、10號也就是十幾天,病毒能夠控制得了嗎? 疫情能夠控制得了嗎?當然不行 所以今後恢復生產的時間還會繼續往後推 所以經濟這次肯定是完了,比經濟完了還有更糟糕的事情 就是社會治安會迅速的急劇的惡化 因為經濟狀況和這個社會治安是成正比的 很多人他如果一段時間沒有工作,沒有收入 生計就成了問題,打砸搶偷這些治安案件就會大幅度的上升 但是所有的這些問題習近平都不想負責 他是想把這個問題都推卸給防疫工作領導小組 李克強是組長,你統管全國的防疫工作 最後防疫工作做壞了,那就是你的責任 那就是李克強辦事不力 是李克強辜負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期待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習近平在1月20號公開表態要加強防疫工作 一直等到了25號才成立這個領導小組 中間等了5天,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非常奇怪,這就說明了內部他們內部有激烈的爭吵 也就說明了李克強他是絕對不想當這個組長的 他還是抵抗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你習近平大權獨攬,成立十幾個領導小組 你都是把自己會認定為組長 這一次你非要我,李克強去當組長 這不明擺著是要我去幫你背黑鍋嗎? 但是李克強最後他可能不得不屈服了 如果不屈服說不定習近平立刻就會對他下毒手 會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李克強的頭上 馬上就把李克強給法辦,有可能 所以李克強他選擇暫時屈服一下 說不定他想今後還有機會出現轉機 所以李克強現在是拼命的在表現自己 親自到湖北前線去視察防疫工作 他以前是不敢去湖北的,不是因為怕感染病毒 而是因為,主要是因為他怕到湖北去了之後 就會承擔這個湖北疫情的責任,承擔整個全國的責任 現在他已經被習近平逼得走投無路了 已經沒有退路了,所以必須得背水一戰 他必須得去湖北去一趟,去一趟就可以贏得老百姓的支持 或者是說贏得老百姓的同情 今後習近平要是想拿他當替罪羊 那唯一能夠保護李克強的就是民眾的支持,民眾的同情 所以他這次拼著命也要去武漢 下面我們再來說說這個防疫工作領導小組 它的架構,從這個架構我們就可以判斷了 他們最後一定會把事情搞砸 這麼多的小組成員裡面,大家去看一看 沒有一個是防疫工作的專家 全部都是政客都是黨棍 這不僅僅是外行領導內行了 而且是外行甚至都不想聽你內行說話,你們別來 而且這些黨棍裡面都是以維穩為主要任務的 又佔了一大部分,比如說副組長王滬寧 中宣部長黃坤明,這兩個人是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系統的 宣傳洗腦的,外交部長王毅,這是外交戰狼 主要的任務就是跟外國人吵架,痛罵外國的媒體記者 還有北京的書記蔡奇,主要特長是驅趕低端人口 這次是要封鎖低端人口 還有公安部長趙克志,主管抓人,主管建造集中營 只有孫春南算是主管醫療衛生的副總理 雖然他也沒有任何醫學的背景 但是好歹算是一個對口領導了 所以說這次小組他們的主要的目的不再防疫而是維穩 是一分防疫,九分維穩,這能不壞事嗎? 那這個小組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習近平的親信佔了絕大多數 王滬寧、黃坤明、蔡奇、王毅、趙克志 還有一個丁薛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這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李克強實際上是被架空的 實際的決策人,這個小組實際決策人就是習近平 李克強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將來為習近平的錯誤決策背黑鍋 所以這種領導機制就已經決定了 這次的防疫工作最後一定會全盤失敗 也就是說老百姓要想指望這個政府那是指望不上了 最後一定會受罪,要想少受罪就只能靠自救了 在上一期的視頻當中 我給大家推薦了一些自救的辦法 比如說在房間內部用酒精通物消毒 比如說儲存物資,還有在社區內進行自我組織等等等等 那有些朋友就跟我講說現在老百姓的士氣很低落 團結不起來,組織不起來 那我今天給大家推薦一個能夠激勵老百姓士氣 讓老百姓連成一片的一個方法 現在大家都很少出門,同時也有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在被封鎖地區的,像武漢的地區的人 生活都非常的不方便,大家心裡面都很生氣 知道這個政府把事情搞砸了,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他的人是不是也是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敢出頭 如果是有一種方法,讓同一個社區 甚至讓同一個城市的很多的人 都同時的把自己的情緒,憤怒的情緒表達出來 那麼大家就知道了,原來我不是孤單的 其他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同樣的情緒 那麼這個時候大家信心就會加強了 士氣就會加強了,團結起來就容易了 那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同一個社區 甚至是同一個城市的人,一起來表達一種情緒呢? 我過去曾經給大家推薦過一個方法 今天再給大家推薦一遍,就是敲鍋造勢法 在晚上天黑以後,各自把自己窗子 自家的窗子打開,在房間裡面敲鍋 敲鍋的聲音會很響,會引起鄰居的注意 敲鍋的同時還可以喊起嗓子 比如說要口罩、要疫苗、要食物、要生存 這些都是大家共同的訴求 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敲鍋的行列 我們全民共振團隊向大家提出這麼一個建議 就是在一個城市或者是這個社區 每增加一個病毒感染者 大家就在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一起敲鍋 剛開始的時候敲鍋的人數可能會比較少,這是正常的 只要大家堅持下去,那你的街坊鄰居很快就會 從好奇變成期待,從期待變成參加 參加了以後整個社區就會響起敲鍋的聲音 不出兩個月整個城市就會響起敲鍋的聲音 這樣大家就可以共同行動了,就可以共同表達民意了 這就是在逐步出戶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共同協作的一種方法 有了這種方法,有了這種共同的協作作為基礎 那麼今後再發其他的行動,那就真是非常容易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來參與參考這種辦法 都來積極的行動起來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